喂大家好 这里是老男孩网络安全培训第一节课 今天我们这节课给大家来谈一谈 网络安全基础入门的一些基础知识 这节课我们大概有五个知识点 那么第一个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安全导论 就是目前网络安全的一些大环境 第二块是网络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 大家就是说学习网络安全你一定要知道 目前的法律法规的一些内容 就是说哪些东西能做哪些东西是不能做的 做了就违法 第三块内容就是网络信息安全的一些基础知识 例如什么是网络安全等等 那么第四块内容就是我们讲解一下 网络信息安全的一些常见风险 目前例如企业被遭受攻击的 那么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攻击的 那么这些一些知识点我们在这一块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那么后面的一些最后一块就是安全防护策略 那么这一块我们主要讲解一下 我们个人一些上网的一些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在这一在这一块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块内容 安全导乱 那么这一块内容我们有六个知识点 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国内的行情 第二个是市场分析 企业需求 这个行业的前景 学员的需求 扣策需求 那么这我们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来进行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国内的行情 网络安全的这个国内行情 2014年就是习主席担任这个安全组长 刘远山担任这个副组长 其中这个习主席在这个大会上面强调了一句话 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怎么说的呢 就是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这个什么国家安全 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人民安全 那么这句话就是把网络安全 真正的从这个什么 排高到一个新的台阶 从低谷提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台阶了 那么2014年以前 你看我们国内还是国际来讲的话 就网络安全这个黑客攻击是比较多的 天天你看到这个游戏账号被盗了 微信呀QQ呀 手机的垃圾档信呀 很多很多诈骗呀 互联网道具都是 但是习主席上台之后 重点整在了这个 我们国家的这个网络安全这个这个市场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的一些案例 就是说包括支付宝2017年的时候 也出现了一些惊人的漏洞 就是说墨山呢 也可以带入你的支付宝账号 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查一些攻击方法 是吧 包括这个 共享当车呀 小学生都可以破解 小红书啊 50万人的这个对骗 近88万块钱 还有一些国外的一些 特大的一些 网络诈骗啊 达到两个多亿 是吧 那么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二大块 第二个内容 就是2016年 所以国家网络安全学院 项目在武汉 开始建设 就是说这个是国家投的支 总共投了这个 总共投了大概216个亿 其中这个安全培训占50个亿 我们通过这一条 我们大概分析一下 就是国家对这个网络安全的一个重视 就是说 其中在这个安全 因为国内来讲的话 网络安全人才比较紧缺 很多企业是招不到这个方面的人的 很多企业 你看哦 现在很多企业 网络安全都没做 经常被黑格攻击 但是 它总是会有理由的 因为我招这方面人 招不到愿为人员 不等安全等等 黑格攻击的 都是基本上 叫一些厂商 安全厂商或者外包商 或者个人来进行 够了一些安全专家来进行 去理这些安全问题 包括金融机构银行也 遭受过很多黑格攻击 2017年6月1号 就是国家安全法 实施 其中第71条规定 就是国家加大量 对国家安全 各项建设的这个投入 保证了国家安全工作 手续的这个经费和装备 就是在法律法规里面 就必须都强调了这一条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两年好 2017年开始到2019年现在为止 目前这个网络安全 包括教育行业 还是金融行业 很多一些建税 都是由国家去投资 投资去建税 一个大的一些平台 包括他所感受 SRC这些平台 包括这个教育行的一些 固感网络的一些 进出口的一些 他所感受到的一些事物 都监控起来的 就是说你一旦入侵 都又会这个事物的报警 包括应急 应急去的 都是现在因为够高效 还是有机动机构 很多他没有自己的同备的 所以说都是由国家来投入建税 投入建税之后 你如果出了问题 我将生到了会通报你 通报你 如果你自己首先去的 去的不好 会派一些安全家 帮你来去的那些问题 其中安全法第21条 或者31条 重点强调到 网络安全的 这个等级保护建设 就是说 以前就是说 17年以前 很多包括教育行业也好 还是这个医疗行业 很多是没有去做等保的 安全等级保护 检查等保 那么很多是 为什么不做呢 他因为以前是没有 这个明确的法律法规 来规定要你去做 因为做这个东西 应该花很长的时间 尤其是他去评估 投入的 尤其是这个安全政改 投入的就成本比较高 很多就是没有去做 而且费事 但是从2017年 6月1号之后 不管多麻烦 就说整个企业 还是高销 还是金融 还有其他行业 那么他都会去花大量的成本 去做这个投资 这个我们安全建训 接着我们看下下面 2018年 就是各安全厂商的这个收入 高到了400多个亿 400个亿左右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2017年调查的对象 是大概是210亿家 就是我们的安全公司 大概有这么多了 相比较这个出名的 像360 启明 绿蒙 华为 安海 直到创与 深信服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深信服的市值 刚开始好像是 现在是打到是 应该是将近 300多个亿吧 300亿左右 这个地方 以前是将近个400多亿 400多亿 现在是降下来 是300多亿 在这里纠正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大块内容 就是市场分析 这个分析的结果 是这个 各大招聘网站 统计出来的一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大块就是需求大 不可替打 就是说目前 我们国内来讲的话 网纳安全市场的 这个缺口是比较大的 看到这张图 大家可以可以看出来 因为国内的 职业教育啊 技能教育啊 它是缺乏这个 网纳安全人才的 这个培养的 你看哪个学校高校 是都是没有这个 网纳安全这本学科的 就算有 也是讲的一个 很基础的一些知识 根本上 满足不了企业的这个需求 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 就是说 这个统计的结果 是2017年 2017年大概这个 吹口是大概是 70万左右 2020年的话 大概这个吹口是 140万 通过这个 调查分析出来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目前这个市场的 这个需求量有多大 而且这个现在你看到 各大厂商 他自己做一些培训 为什么做培训呢 因为他在税负上 招不招人了 人太少了 网纳安全真正有能力 的人太少了 所以他自己培训的 人自己用 第二大块就是这个 薪资比较高 就是网纳安全行业的薪资啊 比其他的这个行业的 工资待遇 都是要高一些的 这个是也是有这个 调研的报告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行业的这个平均工资是 大概是13430块钱 其中是最多的是 在这个 10k到15k 占23%左右 排在第二类是 大概是20k到30k 是这个 20% 20.3 其他的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个数据的一个 这个是2018年的一个 针对网纳安全工程师的 一个调研的一个结果 其次的就是在网纳安全 这个专业 就是专业技能 它的竞争力啊 跟其他的行业 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它是看中的是能力 不是看中的是这个 学历 这个是成了大家 功量的这个原则 包括各个厂商的招聘 大家也可以看到 大家一般的 你看 学习网纳安全 你做一些渗透测试的 你的渗透试试 能力比较强 攻击能力比较强 防御能力比较强 那么别的企业 不看你的学历的 他直接应聘过来 不管多少钱 应聘过来 帮他做渗透试试 挖掘那种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第三块内容 就是这个 企业的这个需求分析 那么这个需求分析 我在这个招聘网站 随便找了几份简历 栽了一下图 那么我们看一下 网络安全跟则室的 这个带领 大概是15k到30k 那么职位的这个 描述内容 是比较简单的 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两条吧 第一个是 对尼尼克斯系统 跟系统软件的这个熟悉 有尼尼克斯这个 安全加固和防护的一些经验 包括安全内容修复 那么这一点 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 老男孩安全培训里面 都会讲解 都有 而且大概就是 两天时间 就可以网络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 Web伸透测试 就是说 针对这个Web的 安全内容的原理 违害利用方式 包括修复 有一个分路的理解 这个只是理解 其实要分路的掌握 分路的掌握 就是你学到这个 老男孩这个 Web伸透测试 你这里 这一条是 完完全全可以满足的 第三条 就是说 有一定的这个编码基础 我们都会讲解 我们有 像PHP啊 Pation啊 都有 都会讲解 还有一些 这个第四条 就是互联网的一些 假风啊 或者包括一些 语言平台的一些 安全经验啊 这个是优先的 这个可以 后面就可以不用看 第四条 跟第五条 可以不用看 我们主要是 满足前面三条 这个是对 继续能力的一个要求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20K到40K的 这个要求 它的要求 我们学历先不看 我们只要看一下 继续方面好了 今后APP跟Web伸透测试 什么根据方法啊 就是说 SKDrew啊 XSS啊 SSRF啊 文件上乡命令执行啊 等等这些内容 我们等一下看 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扣程提高里面 都涵盖了这些内容啊 第三个就是熟悉 这个安全根据啊 安全根据像 Buildsuit AWS NMAP Lasus MSF Cali 等等 AVBSCAM 等等 这个根据 包括一些抓包根据 那么这 这两块 都是在这个 Web伸透测试里面啊 呃 第四个方面 就是熟悉一下 你那个操作系统 包括数据库啊 安杰斯啊 一些安装的一些部署 包括一些安全加固啊 安全加固 在安全检查 就是做一些扫描的 包括一些 啊 机线检查啊 代表是机线检查 包括机线加固 那么这方面的加固 都是很简单的啊 你学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 等级保护 这个 等级保护里面的 第三块内容 就是说这个 取到差距评估之后啊 这个安全加固啊 嗯 这里面 我们都会在这个方面 详细的作为一个讲解 第四个是原码审计里面的一些内容 可以看一下 Js抓索了安卓的这个代码 一些安全审计跟缝固加固啊 就是 其实其实就是对这个 呃 原码审计 原码审计 呃 从大码里面 这个找出内容 找出内容之后 再进行提出一个防护的一些加固方案啊 怎么去修复这个内容 其实这个是叫呃 黑猴腿 一个是白猴腿 是一个黑猴腿 是好 啊 这里还有一份简历啊 同样的也是差不多的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四块的内容 就是行业的这个前景 还在前景前面给大家说过了 一个是国家的用识 就是国家安全法出来之后 明确要求了这个 呃各企业政府机关 必须要做这个文案安全 啊 这是国家重视 大家可以看到了 呃 目前我们的安全就是呃 习主席在大会上每隔两年 都会提一些呃 标准出来 一些标准出来 定制一些国家也会定很多一些标准 从03年05年12年2014到2016啊 包括16年到19年啊 中间也有很多相关的一些规范出来 要求出来 第二个就是安全技能挡缺 就是传统的这个机商机院围岗位 它是没有这个网络安全这个技能的 它不具备这个网络安全技能 很多院围工程师啊 他只会做一些一些院围工作 但是他呃 当这个院围工作这黑客更基之后啊 服务器啊 微博当年出了问题之后 他不知道怎么去排查这些问题 不知道别人黑客是怎么进来的 怎么去防御这个内容 因为他本身他不知道 不会更基 他不不知道怎么去防御啊 不等跟安联房 就是说尤其是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 就是说网络安全你培训 就是说不能培训这个搞黑黑工机啊 黑黑工机啊 叫木马免杀啊 盗QQ号 游戏状况啊 印象工程 盗破捷啊 这些是非法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大块内容 就是学员的需求分析 一提到这个学员的需求 一般的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就业问题 包括一些城市愿违想讲网络安全 还有一些开发来讲 决建开发 也想从事我们安全 尤其是现在一些 快要大学毕业的一些学员 他想做一些 将来从事我们安全工作 他就担心了这个就业问题 那么谈到就业问题 我个人认为 第一点 你不管做什么工作 首先你感不感兴趣 这个是一个一个关键点 因为兴趣大于天才 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么 我们安全感兴趣 那么我建议大家就可以转入这个网络安全行业 因为网络安全行业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内门的 而且前景是比较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各大招聘网站跟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 包括这个习主席 担任这个网络安全组长 刘元商担任这个副组长 通过这些点我们可以看出网络安全还是相当火的 就是比IT行业其他的来讲的话是要火一些 而且更次待遇也是比较高 就高薪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调研报告前进也比较好 现在目前这个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个实用 就是说网络安全学的之后是不是搞一个攻击啊 不是这样的啊 网络安全就是说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就是等保 等保里面的这个涵盖了网络安全的70%到80% 当然还有30%左右的是其他的一些安全里面的像一些这个灰色地带 还有一个就是认证方面 这网络安全会不会像其他的一些这个IT行业像一些 大家可以学过IT行业的其他的一些 你像一些程序开发啊 网络网络工程啊等等 那么他们都有这个相关的认证 包括愿违你去学你那个是 你那个是你那个是红帽认证是吧 网络网络有CCIE啊 是扣的认证华为的认证啊 那么这些认证其实在网络安全行业里面 认证是比其他的行业的认证还多一些 我个人觉得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随便举个几个例子 像在等保出来了有等保认证啊 像国家水平中心搞的有一个叫CISP认证 还有那个像那个国际的有CISP 还有CISP审计的一些认证 还有搞一些这个这个防黑跟踪啊 也有相关的认证 那么认证也是相当多的 关键是看你怎么去选择啊 目前比较好的认证像CISP CISSP还有CISP这三个认证 在网络安全行业几乎是通用的 就是说你如果从事网络安全行业 可以考这几个认证啊是比较好的 那将来可能这个这个等保的认证应该也比较适象 目前因为这个等保啊 2.0也马上实施了 现在大家都要做 你要做等保测评的话 也有等保测评师认证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扩程需求分析 那么老男孩这个文乐安全培训 我们是怎么设计整套扩程的 那么整套扩程我给大家说一下 大概的聊一聊 我们是这整套扩程是通过这个 目前这个企业的这个需求来进行设计 这个需求是来自这个各大招聘网站 我们抽取几百分这个简历来统计的结果 包括结合个人的一些经验 得出的这个结论 那么学习广男孩到底要学什么东西 一般的像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培训机构 它设计的一些提高内容 培训的内容 很多趋向于任务一方面好 它最多就把后面加了一下 这个微博渗透特使 其实真正在企业来讲的话 除了微博渗透来讲的话 比较火之外 还有这个等保 等保里面其实涵盖了这个 渗透特使里面都涵盖进去了 包括一些制度的建设 风险评估 两万期安全显示简 应急响应 等等这些 都要都要会 你学会了这些 基本上满足 目前国内来讲安全这个 如果你城市网络安全 来讲的话 企业的百分之八省是可以做的 都可以做 而且你学完之后 你独立的项目都是可以完成的 很多人像风险评估 一般的有四五个人来做 做一个项目 大分你选了之后 你一个人也可以做 也可以完成 包括两万期 还有等保健身 等级保护 那么在这里 我们作为劳浪海培训机构 我们会一一的 每一章节 都会有实际上的力量 给大家 一一的带着大家 从项目的角度 一步一步的操作 感谢观看